凯特忍受着病痛复工 配合威廉秀恩爱 只为保住未来王后的宝座 王室编辑丹妮拉埃尔赛 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认为凯特王妃复工是把双刃剑 很可能会引发新的混乱 毕竟众口难调 凯特无论怎么做 网上说闲话的人也大有人才 根据外媒爆料 威尔士王妃已经回到桑德林厄姆 继续过自己的养病生活 事实上凯特依旧没有脱离危险期 被一种神秘的癌症困扰 上次带病出现在皇家阳台的时候 几乎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精力 对于凯特王妃来说 无疑增加了肩膀上的压力 民众的期待高了 自然需要提高亮相的频率 要知道没有完成公务手秀之前 凯特有充分的休息时间 也能好好陪伴孩子们 显然现在的威尔士王妃 还没有完全走出困境 并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 目前凯特的身体依旧爆痒 并且还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实在没有办法立刻复工 在接受化疗期间 凯特的支持率依旧稳居第一 让王氏不得不重视他 出现在白金汉宫阳台上的时候 凯特完全抢走了查尔士的风头 成为所有美光灯争相拍摄的对象 但是受欢迎的同时 凯特也体会到什么是压力 俗话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凯特王妃现在骑虎难下 一方面是身体还需要继续治疗 另一方面则是粉丝期待的目光 这段时间王氏发生了两件大事 其一是父亲节 其二是威廉王子的生日 凯特王妃充当摄影师 拍摄了多张全家福 立刻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球 登上白金汉宫阳台的时候 凯特积极配合威廉秀恩爱 摆拍的角度也是刚刚好 即使身体已经极度疲惫 凯特还是坚持完成了所有流程 尽知尽责让人佩服 都说欲待王冠必成其重 当初凯特费尽心思嫁入王室 为的就是王后的宝座 因此现在所做的一切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自己选的路就算跪着也要走完 为了成为一个优秀的王楚飞 凯特几乎付出了一切 无论对家庭还是王室 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好在凯特的努力没有排废 口碑和支持率飙升 已经成为英国王室的顶流 没有任何人敢小觑他 近期王室发布多张全家福 细心的读者发现 威尔是三宝成长得很快 尤其乔治王子 已经变成了一位天天少年狼 不再是小孩子的模样 夏洛特也成熟了许多 不少网友纷纷感慨 凯特王妃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好好养身体 只有恢复健康和活力 后续的一切才有可能 身体健康是所有事情的大前提 凯特本尊出境后 阴谋论已经消散了大半 也算为王室挽回了颜面 君主制统治岌岌可危 王室现在需要凯特这张王牌 以换取民众的支持和爱戴 正是因为粉丝的施亚 以及一系列离谱的阴谋论 解救了威尔氏王妃 至少让王室高层知道 哪家支持和拥护谁 双方的关系直接实现了惊天逆转 如今的凯特王妃受成纸片人 实在是让人揪心 期待她能度过这节 成功加冕为英国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